像我们这些问题啊 存在问题 像以前我们的道友 有人这样问过我的 他说我拜了好多年的普贤菩萨 这没有见到 好像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我给他解答一下 我说你想得到个什么 第一个把你想得到个什么 确定 我说你拜普贤菩萨 我说念普贤菩萨 不过才几年嘛 才几年嘛 我说散财同志五十三餐 文夫菩萨一教导他 他就证得了 而且证得到等觉菩萨 证得到等觉菩萨 米勒菩萨又见他去参 文书斯利菩萨 文书斯利菩萨 要他去参普贤菩萨 我说他在菩提长 在菩提长道场里头 他都证得等觉为菩萨了 他在菩提长到处找普贤菩萨 没见到 我说看看华严经吧 怎么见菩萨 我说你待人间 米勒斯利菩萨拜了几年 念了几年的普贤 恨愿品 就想见菩萨 我说好几十年了还没见到你 我天天念普贤恨愿品 我说不能念全文 十大愿文我必须得念你 走路上都在念 没有见到普贤菩萨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何必要见普贤菩萨 哎呀他说你才怪了 你那个学法求善人 你不见普贤菩萨 我说你照他的话做就行了 你听话 我说我们不是啊 那师父干嘛 你听话 听话就是好弟子 所以你们大家要听师父的话 听话就是好弟子 他也不见得要求你们这么高 听话 但是文殊思理菩萨 普贤菩萨 他没要求你这么听话 他要你去做 你要做了 你不是天天见他吗 你想你念普贤菩萨的恨愿品 那普贤菩萨就见了 你别以为普贤菩萨跟三财童子说 就是跟你说的 大家要会想 或者见阿弥陀佛求见阿弥陀佛了 一心想 或者我做梦看见了 或者放个光给我一头莲花 那没得用 有用是什么 先把你自己的心 转一下 转一下 转什么呢 转到跟阿弥陀佛他四十八愿这么说的 你有去做 不必再见他 你见他不听话 他是佛了 不烦恼 要是你一个师父 你不听他话 你天天见他 像那四者不天天在师父跟前吗 他不听话呀 见了又如何呀 那一个弟子从来不带师父跟前 那来了师父对他非常的欢迎 因为他做他的事 照他说的话去做 你虽然天天在审便机会 我说荷兰尊者不是一天在释迦摩尼佛旁边吗 人家都成了汗了 他没成 还得释迦摩尼佛灭盘了 他才成的 见要有什么用呢 没有好多道友 刚一修哪个法 就想求灵啊 求文若菩萨要见文若菩萨 求哥哥观音菩萨要见观音菩萨 见到了他也没办法呀 他说菩萨还没办法 没办法呀 他转不动你的业啊 你自己的业 得你自己转 你的业障得你自己消 如果是佛菩萨能代替的话 众生没有了 那就是纳普遥菩萨十大愿 就是带众生受苦 菩萨的愿是带你受苦 带不了的 他怎么带不了 我说我在监狱里 天哪求菩萨带 菩萨也没来带我 还得我满了 人家把我放了 带了 为什么 你的感不够吗 要感够了 感够了你没有这个要求 真正的学教理 学通的人 他不要求见相了 见光了 对你没什么帮助 可能你见了光 佛菩萨又给我放光了 又干啥 得了 懈怠了 我成道了 我不得了了 出去了 去攀缘去了 一听说 这个人 见到佛放光了 他见到地藏菩萨了 好多道友 学这个地藏法文 问我 地藏菩萨怎么加持呢 我说什么也没有 就是加持 我要我每天念地藏经 说那还要加持 我说是啊 佛菩萨不加持 你就断掉了 你就不念了 不论行路坐飞机坐火车 不论干什么 走路干什么 我没断过 这就是佛菩萨加持 你还要怎么加持呢 把你业障消了 我说你做生意 你发财了 这就加持了 你发了财 你要造罪的了 现在你业障没消 我说 你会得点神通 你会假这个神通 吹嘘贪源 贪世界因果去 反倒 功夫没到那个地位 不要求一先 求见什么像 见什么好 那都没用处 要自己消 从你的心转变了 那你就见到了 你的作为 行为 跟普贤 不用说是 一样办不到 相似 相似也办不到 沾点边 沾普贤点一点边 这也办不到 这办不到 你每天能念念 普贤十大愿 想想普贤普贤 干什么 能有这个想法 也就是见到普贤菩萨了 三才童子 正到了 等觉位的菩萨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吴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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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咖啡